新的甩尾場 哈囉大家好我是Summer 今天來到Quarking 夏天為各位觀眾 帶來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在我們揭露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我要先來講一下 如果你是有在關注甩尾 應該會知道有一個 非常知名的甩尾賽道 叫作蕙比獸 那為什麼會突然提到 蕙比獸這個甩尾場呢 因為我發現了 上次更新的一個天大秘密 來各位我們這個隱藏的秘境 這個賽道呢是不是看起來有一點眼熟 如果你是很常在玩甩尾遊戲的 應該很快就能看出我在說什麼了 那這個新的地方是在4.8.20.4版本才出現的 然後它沒有顯示在地圖上 它就是一個秘境這樣子 那如果還沒看過那一集更新速報的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過去看看喔 好那我們今天主要來幹什麼 先簡單介紹一下惠比獸這條賽道好了 它是1990年創建的一個賽道 那為什麼它會非常有名呢 因為它有一個跳坡 這個跳坡呢你可以保守一點 跳起來之後落地再甩 也有人在起飛前就已經做出角度 哇那個落地的瞬間真的是非常帥氣啊 而且這個動作的難度非常之高 這邊也出現過非常多經典的畫面 但是比較可惜了呢 在cracking裡面它只有做出一個平面道路的樣子 它沒有還原出那個跳坡 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其實惠比獸呢在很多甩尾遊戲都有出現過 比如說FR Lengen Car X A11夏天也很愛玩這一張 因為它真的是太經典的那個跳坡 所以各位觀眾看到這邊的拖車沒 欸應該知道我要幹什麼了 拿這個拖車呢來代替跳坡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這個拖車跳坡的效果如何 好那在我們正式開始前 希望還沒訂閱的觀眾朋友們幫我按個訂閱 打開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有趣的新影片 好那我駕駛的是這個穿田真人的GR Supra 非常符合這個D1GP在惠比獸舉辦的情景 那我們現在就來單走一下 來去這個經典的起跑點 欸有些起跑點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有些是在下面就是直接加速的路段 那我們節省時間啦 直接從加速的路段開始好了 然後這台車的設定呢是後驅甩尾 OK那我們就開跑囉 欸這個加速好像有點有點 欸剛剛出了一點小意外 讓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這次從上面下去好了 這邊很經典啦 這個路如果有在玩甩尾遊戲了 應該會非常熟悉 這邊有一個S型的 然後你接下來之後才進到加速路段 好我們拖車在前面 準備起跳 欸欸欸欸欸 病鬼啊 哇糟糕 而且這裡每次復位都會跑上來有點麻煩 我們還要再開下去 讓我們多試幾次啦 要找一下那個感覺 不過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好那我們再試一次 來喔 進到這個加速路段 好三檔 欸起跳 喔我方向好像錯了 方向好像錯了 不對不對不對 要抓那個起跳的角度好像真的不容易啊 不然我再熟悉個幾次好了 欸等一下 還是我先把拖車移到中間一點 我覺得是拖車太邊了 好等我一下喔 一個拖車 因為它太邊邊了 可能會沒辦法抓 而且我覺得應該要在前面一點 好差不多停這裡 OK我們再回來去挑戰一次 來準備出來 到這個可以加速的路段 欸這次比較直了 起跳 欸太短了太短了 這個速度太慢了 好那夏天接下來就試到成功的畫面 直接放給各位觀眾看吧 休旦節夏天插播一下 CQMS塗裝商城新品上架啦 全新熱門塗裝車系 超精緻細節及塗裝設計 加上專業的持筆及底盤調教 讓你帶回去又能欣賞又能體驗 駕駛樂趣 不管是痛車塗裝 甩尾塗裝 賽車塗裝 原創塗裝 寬體塗裝 細膠塗裝 通通都有 CQMS塗裝商城200種塗裝 任君挑選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可以在Google搜尋CQMST 到底大家看到我們官網看看喔 或是到底下的說明欄點連結過去 那我們現在再馬上回去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喔唷 這次飛起來了 哇 終於成功一次了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滿意 讓我們再去飛一次 OK啦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內容喔 這個跳坡也是不容易啊 現在其實在開始錄之前呢 試跳了兩次 兩次都跳得很成功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就開始錄的時候 會緊張 然後我錄了一個多小時才有那兩個不錯的片段 還是沒有像試跳的時候那麼成功 真的蠻可惜啦 之後看有沒有機會呢 多練幾次 跳一個完美的給各位看 好啦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以及夏天的頻道 記得要訂閱 按讚 分享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這些社群 或是加入Discord群組 與其他玩家一起交流喔 也可以支持我們CPMX塗裝商城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Summ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